一位朋友提到什么是面子 面子的本质是什么 面子的本质是社会对个人道德能力的一种认可 可分为道德面子和社会面子两个层面 所谓放下面子 面子是别人给我们的 面子不是我们自己说有就会有 也许我们所在乎的面子其实是一文不值 我们经常和我的伙伴讲 当你站在一个环罚的城市的十字路口的时候 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 又有几个人能够认识我们呢 也许一个都没有 往往守住自己所谓面子的人 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在面子和行动之间如何做选择呢 我们之所以选择面子 一是还不够痛 二是没有看清自己 要想自己有面子就先把面子放下 当我们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 把它做到更好 做成之后 那我们就获得了掌声和在许 今天的马云曾经去一家一家的推销 也许那是你说没有面子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放下面子的努力 换得了今天马云的成功 所以今天作为我们刚刚开始行动 或刚刚开始创业的人 一定要放下面子 努力成就我们自己想成就的人生 只有放下面子